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美丽,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小伙自带死亡半径,任何人或动物靠近15米以内就会立刻死亡的惊悚故事。 故事一开始,在一起车祸之后,幸存下来的小王冲到马路上拦车,但当一辆车靠近小王时,突然失控,猛然冲出路边停下来。 小王急忙上前查看,却发现司机两眼发白,死在了车上。小王见证,立刻打电话报警,可此时他却发现,自己失忆了。 我是谁?王思聪吗?就在小王疑惑的时候,一只乌鸦同样眼珠发白,死在了车顶上。小王吓得拔腿就跑。 紧接着小王来到一家餐馆,一打开门,小王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 满屋子的人都死了,死相同样是两眼发白。小王心想,难道空气中存在有毒气体?于是赶紧捂住了鼻子。 小王根据地上的证件,找到了自己住的房子,并把家里的门窗都用交代封死。 此时,他发现远处远工人正在施工。小王担心工人出意外,并举着牌子示意他,不要靠近,赶紧远离。 可工人却会错意,朝着小王走过来,结果不出所料。 工人在走到一定距离后,两眼一白,直接到地身亡。 小王一脸惊恶,难不成是自己有毒。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,小王慢慢地接近一只乌鸦。 果然,当小王与乌鸦接近到一定距离时,乌鸦眼睛发白,直接就死了。 小王这才确定,原来自己带有死亡半径,任何人或者动物靠近自己一定距离之后,都会离起死亡。 于是小王为了不上进屋宫,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小屋里。 夜晚,女主珍妮找上了门,小王为了珍妮的安全,大喊不要靠近自己。 没想到珍妮许禁止走了过来,令小王感到意外的是,珍妮并没有死亡。 珍妮表示自己也失忆了,自己的发生车祸时和小王在同一辆阵上。 为了解开民团,两人来到了车祸事发现场,只见现场有个直径十多里的黑色圆形区域,这和那些离起死亡者的距离大致相同。 小王把车祸之后发生的怪事告诉珍妮,可令她更奇怪的是,自从珍妮来到自己身边后,再也没有人死去。 珍妮觉得好不可思议,这小伙,我不是个铁哈哈,于是转身就跑,小王跑到一半,遇到警察盘问,随着珍妮越走越远,警察突然到底身亡。 小王这才明白,只有珍妮在她身边,自己的死亡半计才会失效。 两人为了验证,用一只羊做去了实验,果然随着珍妮一步退后,羊眼发白死掉了。 珍妮这才相信了小王说了话,随后两人来到医院做全面检查, 可检查结果显示小王并无异常,珍妮在医院也看了自己的雪人骑士,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份。 与此同时,警察也来到了医院,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,二人逃到了野外,警察随即发布了通缉令,珍妮无奈之下找到男友寻求帮助。 经过一番证明,男友才相信小王和珍妮的骚遇,男友告诉珍妮,报纸上的雪人骑士其实是她的孪生姐姐。 她也逐渐回忆起了一些往事,原来在寻找姐姐无果后,珍妮打算跳河自杀。 关键时刻是小王感到,将珍妮救下,男友将二人关系非常寻常,心里很不适滋味,便偷偷报了警。 当警察感到后,强行将两人分开,尽管他们大声不喊周围的人会有生命危险,可警察仍然置之不理。 果然,当两人分开超过安全距离后,小王身边所有人全部瞬间倒地身亡,看热闹的吃完群众也无一幸免。 两人来到江区的小木屋后,珍妮意外地发现小王的笔记本,上面记录着小王杀害多名女子的事,尤其是小王杀害自己孪生姐姐的过程。 而下一页写的,则是自己的名字,珍妮这才想起来,原来小王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,当时跳河时被小王阻止,然后上了他的车,但却发现小王要给自己注射麻醉药,自己拼命反抗,这才酿成了车祸。 就在这时,天空刚好一道闪电,击中车祸现场,闪电变成了一个球形将二人包裹在内,并且反复地惦记二人,随后就昏死了过去,小王也因此获得了死亡半径。 与此同时,小王来到了湖中央,突然想起自己杀人抛尸的过程,没想到自己竟然是这样的人,心里悲痛万分。 此时得知真相的珍妮拿着猎枪找到小王,准备为姐姐报仇。 并且此时遇到几个歹徒拿着枪对着他们,小王为了救珍妮越退越远,几个歹徒瞬间倒地身亡。 不幸的是,珍妮还是在互乱中受了伤,小王急忙把珍妮送到了医院,看着病房上的珍妮被越退越远, 小王不想自己的死亡半径再伤害无辜的人,所以便开枪自杀了,故事到这里已经结束了。 一场雷电啊,让他俩误入磁场,他们分别代表着正负两极,一个杀戮和救赎。 俩人在半径距离内形成稳定趋势,半径之外就会伤人性命。 影片统统新奇,设定有趣,是一部不错的科幻惊悚片,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看原片哦。 好啦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